回到台湾国务团团 继续关注的是 那个大同 应该讲这个不是大同长期 讲的是顶心这个黑油 从越南的大幸福进来 但是现在说油上哪去 还有3.3万吨 至少目前还没查清楚 刚才说到我们政府部门 今天马上大家都忙着在亡羊补牢 那除了刚才讲到财政部说呢 这个以后的贷款 要给所谓的赤道原则 要算进去 要让有社会企业责任的企业 才能带到款项之外 农委会也说呢 未来私料油进来一定要有签证 经济部也说 从11月开始私料油进来 一定要有证明 都做起来都动起来 那以前都不做 好 所以现在我们暂停看到 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 魏英聪被羁押的当天 其实他的二哥魏英焦 陪他一块开记者会说 捐30亿元的二董魏英焦呢 晚上接收媒体的专访 在这专访当中提到了些什么呢 还看到 很重要的 卫福部给了个合格的证明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们顶心正要好好地了解了解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我要请教的是陈议员 卫福部给了个合格证明 是指什么 我们刚才带大家来看到 最前面是我们刚刚广告在聊 好 这边有饲料油 有食用油的进口 那么饲料油是大宗 食用油是一笔 但这食用油状况呢 到各家饲料厂去了 这个食用油 有的报道是说呢 就跟饲料油参在一块 好 但是 所以魏英焦讲的应该是说 我有进食食用油 你也给我卫福部的证明 你现在凭什么用这个方 用这个这条来压我的弟弟 你们卫福部好奇怪 如果魏英焦这样的说法可以成立的话 我看南桥的陈董事长会一头撞死 他们是连澳洲给了证明 也证明他们进来中心是同样的 但是就是填写错误 可是你看到我们多么认真 去查到今天才确认他们 因为验出油没有问题了 那魏英焦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 刚才马力在广告前也讲到 反而要去查那一批到底是不是实用油 不是你写实用就实用 大幸福这下如果他根本没有实用油的规格 跟这个他合格的这个输出的证明 他怎么能够输出实用油 还是你直接就填实用油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下去细旧了 那这个东西比再细一点点 我把它回到我觉得是一个态度 如果今天也许30亿在我们来讲 把放大到整个顶心位全 我们觉得不多 但是以我们小老百姓来 听到30亿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似乎他第一出手的时候 是让我觉得说蛮有诚意的 我觉得态度很重要 可是在如果你在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讲的话 就啊是总经理事或是董事长制 或者是说这个油可不可以给父母吃啊什么等等 我觉得那个态度又虚掉了 这件事情我要提醒大家不要忘了 我们刚才一直有在比喻谁 大统高正利 可是大统高正利它不是独油 它是拿低价烈的油 混到高价的橄榄油 它是创造一个暴力 标示不明或者是诈欺 我们就这么样的气氛 就是说我今天吃的明明这个价值不到这里 你给我创造这个价值 那你要卖给我那么贵 我很不舒服 但是似乎还没有办法证明它是独油 可是这件事情离谱到是 我也很倒霉啊 你看我意义上写个幸福两个字 我这次的选举时候 有人叫一起幸福 我走到哪里他就跟我讲说 你先去处理大幸福啦 大幸福处理好了 我一开始呢 我一开始呢 我还没有清楚状况 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我说 哎呀不管大幸福小幸福 就一起幸福 他说你去搞清楚什么大幸福 结果后来我看了新闻 啊恍然大悟 那家黑心上 然后呢 又跟你讲说 他说我告诉你 去处理杨正义杨正义 我说不是杨正义 是他那个是猪油 叫正义香猪油 那不是杨油 那猪油 他说去处理杨正义啦 我才说 哦叫杨正义 是大幸福的负责人 不是正义猪油 变正义杨油 我的意思是说 虽然我这样轻松带过 可是你们知道 现在基层的哀龙片 也是什么样的态度 现在你犯了错 你要不要面对 台湾人民对你的质疑 这是一个态度 第二个 你面对司法的审判是一个态度 第三个 政府是什么样的态度 我今天觉得卫福部 人家今天拿你吃你豆腐 拿你的证明来说说嘴说 你给我证明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意思在质疑你 卫福部你到底给我这是什么意思 好 如果是我要无限上纲 一个卫福部你还没有清楚状况 第二个卫福部 你是不是在这过程中有问题呢 为什么这 你万一证明那个 万一证明那个量进来的 不是食用油 那你为什么给他这个证明 第三个 你们所谓的证明 到底是不是同一个证明 是什么样的证明 我们连澳洲的官方证明 我们都不确认他 我们要再做double check 布打紧 他们提出来说的东西 我们还要再去检验他 一直等等 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我说你坦白话 我觉得 针对于南乔这样做是对的 但是如果对南乔这么严格 是对的 对于卫嘉这么做 这么敷衍就是错的 所以政府的态度 才是能不能挽回我们对食安的 这个信心 食这个字大家去看一下 就是一个人 下面是一个粮 有良心的人才能做食品业 没错 可是我坦白来讲 他已经做了那么久 你要期待他有良心 就跟冬豪在讲了 这个郭政权郭委员在讲 其实你现在修法都罚不到他 那怎么办 政府赶快吧 展现你的实力 不施劈力手段 难选菩萨心肠 关他把他关到死 我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也一点不开心 可是如果你真的让我告诉我说 利用这件事件让我们知道说 未来我们的实力安全可以找回来 我坦白来讲 算代罪立功 可是你不要让他在呼噜过去了以后 那块地也不在三重 其他在二重 在我们新北这个变更案 是众所瞩目 有本事你去赚钱 但是我跟你讲 这样搞下去 不但应该要抽银哥 未来在审查 你看你到新北市所有审查 我没有什么态度来看你 我认为你是小偷你是强盗 我每一件事情 我都带着绿网来看你 带着有色眼镜来看你 你们所有的企业将来在台湾 你走到哪里都抬不起头 我认为是 我觉得这位魏嘉四个董事长 你们现在只有亡羊补牢 甚至于戴罪立功 你们最了解油的问题 你们来告诉我们 油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就像南桥陈飞龙讲的一句话 我认为他讲的是对的 他说 现在科科那么高的税 猪油科那么高的税 当然没有办法去付 他讲的很保守 那既然是大家业子都知道 政府知不知道 你给牛油免税 要不给猪油免税 那猪油又会怎么样 对我们自己的这个养猪业 会不会造成冲击 是不是什么样的 他们的这个 我们的畜牧业 我们养猪的这边给他补偿 进口给他减税 以其是他为了降低成本 去做坏事 干脆政府说 我鼓励你做好事 我降低你税负 要思考这个问题 到底有没有在思考 我们说政府的这个运作 就让大家觉得说 事情摆在那 翻法条有一切都不去动它 所以他出事的时候才去看 原来是这样子 原来早就让业者在这里 专漏洞行之有年了 那大家在这里吃到多少不健康的东西 其实通通是拿 找不到源头 于是这会气到这个地步 那要选举 那马上就限时报就会出来 那这个已经赶紧坐地来 那没有办法 那我们就来继续来看 他说好 那这边讲到嘛 魏夫部给了合格证明 那魏家觉得也很无奈 也很无辜 那接下来是怎么办呢 那我们请魏夫部 接下来自己想尽办法 来说清楚讲明白吧 不过接下来要看的是 对这家油饼魏英教授 我们可是不离不弃啊 我们是双手可以奉给父母吃的呀 好我继续就要请教了 不离不弃好 我不晓得为什么 对自家的油品 对自家员工 对自家的关系企业 要用不离不弃这几个字出来 但这两天立刻有这样的讯息说 台商强调 其实这个魏家四兄弟吃的 都是进口的橄榄油 出炸橄榄油 500毫1000多块钱 我说我请教郭教授 这个危机处理很烂 但是到这个时刻 就是根本讲谎话 对他显然那天的专访就是安排好的嘛 当然了 事实上啊 魏英教还敢讲这种话 就表示我们的行政手段 还不够霹雳 他还在那边讲风凉话 我觉得张胜和财政部长 今天讲的最重我意 他说这种没有社会责任的企业 根本就不该公股的银行 就不要给他贷款 而且呢 要让他退出所有事业 我觉得张胜和今天讲的这个 还是公道话 如果说马英九今天下午的时安会 就下这个决断 说公股银行就跟他切断关系 我看魏英教还说什么 魏英教就是专门回来炒地皮的 你做了什么事啊 事实上他负责的就是炒地皮 没错 他事实上本来第一个地皮 是要在上海的徐家会 买一块土地 那结果上海政府没有给他 结果就躲过一劫 那很不幸六年之后就变成台湾了 就说就差了六年 他事实上1998年早就要在台湾 就在上海要买地了 因为2004年 他早就要在上海买地了 所以我的意思说 这家企业就是 他事实上也承诺要养猪啊 猪在哪里啊 没有养 他承诺马英九要养15万头 请问猪在哪里啊 事实上台湾的猪本来就不够不够用 所以猪油的这个税的调整 本来是有必要 现在差20%嘛 跟市场也要差20% 就是事实上我们从这个案子已经充分看出来了 就是说这一家兄弟啊 如果只要是自己经营的啦 没有一个好东西啦 我讲白了啦 比如说他买豪宅 刚刚那个事成也讲到啦 1%就给他买9户地保 没错 只付1%耶 是 然后他用101亿去买那个二重那个地 然后一贷款就是185亿 是 他出了什么钱啊 对 然后卫权跟正义本来都是好公司啊 他接手之后就变成烂公司 那为什么大陆没出是我刚刚已经讲了嘛 因为是资本团队 没错 所以不是你经营的就是好东西 然后只要你经营的都是坏东西 那只要你经营的都是坏东西 那只要你经营的都是金融游戏嘛 都钱滚钱嘛 所以我觉得张胜和财政部长 今天是看到这对兄弟的 这些兄弟的本质啦 就你们都是搞钱滚钱的 台商的形象都被他们搞烂 什么鲑鱼返乡 根本就是鲨鱼返乡啊 在这里钱滚钱 这个买空卖空 但是钱滚起来是不得了的多 所以这个其实大家就是看上 鲑鱼返乡 在国际间也有一定的地位了 所以这次回到台湾来投资 大家在这里呢 才买个地保不会跟你要所有的担保 而且他很多的贷款是无担保的 认为你这个企业是不会倒的 但没想到利用大家对你的 诚心的认可 就在这里利用了所有人的一个善意 那么现在伤害大家的身体健康 所以我请教马绿 那现在说这个30亿啦 到底能够怎么样 我们现在是不得而知 那我们要说到的是说 那现在丧失的错 现在下属单 因为他不断强调那是管理阶层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那下属就很倒霉 最后接下来那个陈茂家跟何宇仁 恐怕真的是吃牢饭吃定了 我觉得这些目前来说收押的人 原则上面被起诉是一定的 因为检查官没有失足的把握是不会收押的 起诉的范围 其实这个案件 从长眉峰以下 应该定罪是非常容易 那现在就是差那一块 就是魏英聪的部分 魏英聪的部分 我们就是刚刚提到的 对于张检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期待 其实我也不认为说会有很大的一个 要定他的罪可能 不会很难啊 现在不会很难 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其实政府 是不是我们现在法令有没有够不够用 其实够 法令从头都是够用的 基本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顶星爆发 正义爆发完之后 到顶星那一段时间 我们不是吃了半个月吗 那到了南桥 我们就PD手段就出来了 那这就是 这一个多月没有改变 法律没有修啊 为什么卫福布就硬起来了呢 是 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让他有疑虑 脂瑜就出来了 你看脂瑜 在之前正义发生的时候 顶星都没有脂瑜 脂瑜 脂瑜就是查好以后移送地坚鼠 那地坚鼠如果没有查的话 我们现在还在吃 对 因为没有顶星就没有南桥嘛 对 所以我们搞不好还吃到现在 所以大家还是摸在鼓里面 那就是因为有这个脂瑜 今天下了PD手段以后 叫他下架 预防性下架 如果没有预防性下架 南桥会那么快给你证明吗 南桥会不会十万火急的 叫人去打东西拿出去拿回来吗 不然就是行个公文啊 我慢慢旅行嘛 反正我没下架大家看得办吧 是 等到回来以后再来开花看看说 如果是大家赚到 如果不是 大家都多吃一些污染的油 就是这样子的部分 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的标准程序 我们要给这样一个官员鼓掌吧 至少我觉得要给他按个赞吧 将来人家说什么国家赔偿干什么 我觉得以民众2300万的食安健康 跟一家这个企业短暂的伤喻受损 我相信我还是挺2300万的健康 是 这些卫富部的官员 以后就这样做 只有这样做呢 才会让那些黑心的人 你说等到三成定业赚多少钱 如果他今天下到一件事情 只要有资云 下不到就要下架了 你看他还敢不敢干这种事 没错 你说这个我们现在追究一堆 威英聪的责任 真正给这些人下到的是什么 哇 南桥这么大间 我也不不看到 这个东西没有写都叫他下架 我何许人也 是 要小心 对 你如果看到我写不对的话 叫我下架 预防性下架 那我怎么办 这才是真正行政机关在源头 给这些企业者当头棒喝的一个 是 好 这个有法源要不要好好的用 你是从宽认定 还是从严来做认定 这些政府部门 你不是没有武器 要做不做 非要全台湾人都生气了才要做 我们待会回来呢 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关注 是新北市跟嘉义市最新的民调 跟最新的选期 好了